新唐人黃丘之機 本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香港民主派批評國安法 摧毀一國兩制 影響所有民眾 中共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 國際社會譴責 美國或將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學者稱為香港死亡開端 瘟疫與中共 法國大東區為何成為重災區 中共人大週四通過的港版國安法版本 嚴苛程度超過外界預期 香港議員擔憂 香港進入黑暗時代 香港民主派議員週四表示 這也將影響到國際人士在內的所有民眾 不妨礙 這是一國兩制系統的結尾 香港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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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的終結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香港 終於是被它連根拔起 是已經完結 而一個時代的開始 是令人非常憂傷恐懼 然後是去到不知所措的情況 因為它到最尾 仍然要將可以拉你的一些藉口 由行為去到去活動 香港正式落實一國一制 是有一個加勒卡行政長官 應當開展國家安全教育 我們的確會進入一個非常之黑暗的時代 香港親北京的建制派議員聯合聲明支持國安法 民主派公民黨領袖 立法會議員楊玉喬抨擊 這是建制派在向中共表忠 立法會都被繞開 主席梁君彥竟然還出來說支持國安法 楊玉喬表示 國安法有三大惡 七大罪 立法後 被入罪的情況可能包括 高喊臨聲下臺 結束一黨專政 媒體報導臺灣政治新聞 甚至遊行 示威 集會 中共國安人員跨境執法 導致香港自由禁食 新唐亞太電視綜合報導 中共和香港政府強推港版國安法以及國歌法 大幅縮緊港人的民主自由 香港民眾接連兩天進行抗爭 港府也出動大批警察進行抓捕 據港警數據 光是週三一天就抓捕了360人 28日 中共人大通過香港版國安法草案 讓草案進入立法程序 同時 香港立法會也持續進行國歌法二讀 預料兩項法案將大幅限縮香港民眾的言論 等自由 被視為香港一國兩制的終點 前一天 國歌法在香港立法會恢復二讀 大陪香港民眾前往銅鑼灣 金鐘旺角等地抗議 香港警方大肆抓捕 光是二十七後一天就抓捕了360人 本台記者拍下一名身座在欄根上 背對警察的白衣壽年 無故被警方抓捕 一旁的民眾想要救援 卻被其他警察以胡椒捧舞驅離 只能眼睜睜看著壽年被警方壓制 除此之外還有民眾拍下一群青壽年 有男有女一個接一個被港警帶走 香港城市大學編輯委員會也拍到 三名穿著制服的女學生被港警追捕 之後被送上警車 星島日報也拍到 有兩名穿著制服的女學生被警方帶上車 週四 香港藝人何韻詩出席香港藝文界的記者會 會上懸掛一條黑布寫著黑雲周頂仍間聚沉默 現場藝文界人士對於香港版國安法 可能會局限創作言論表達和生存的空間表達擔憂 新唐人眼的電視張瑟琳綜合報導 週四 美國 澳大利亞 加拿大和英國發表聯合聲明 強烈關注香港自由 譴責中共違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強推國安法 美國國務院聯合發布的聯合聲明說 香港是自由的堡壘 其繁榮穩定對國際社會非常重要 中共強推國安法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破壞一國兩制 也破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聲明呼籲中共當局與港府及香港人合作 遵找聯合聲明 尋求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 週四 中共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 被外界視為終結一國兩制 引發國際社會譴責 美國 日本 英國 瑞典等多國政要發聲 32個國家600多位政要聯署 譴責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日本內閣官方長官菅義偉週四表示 強烈關注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以眾議員麥高文週三發推文 呼籲川普政府進一步領導國際聯盟 以便有效地支持香港 川普總統本人必須明確發聲 支持香港人權 採取有目標的制裁策略和經濟影響力 支持港人的抗爭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三晚些時候表示 和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就香港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談話 推文說 和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就香港進行了著有成效的通話 北京破壞香港自治的行為 不能不受到國際社會挑戰 英國最後一任港督彭尼康發起公開聲明 譴責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呼籲保護香港自由 截至週四 聲明已經獲得32個國家 611位政要 簽名支持 英國56位議員連署彭尼康的公開聲明 同時多名議員致信外交大臣 要求立即對中共採取行動 以及重新評估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人 在英國拘留權問題 瑞典也有多位政要 響應彭尼康的公開聲明 國會議員二美海表示 中共趁疫情肆虐之際強推國安法 自由社會不會置之不理 二美還聲援港人和平理性的抗爭 此外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中二表示 重視保持香港高度自治 支持一國兩制 新唐記者 畢星慈 田瑞 綜合報導 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7日宣布 確認香港不再有高度自治 將取消特殊優惠待遇 香港評論員形容 蓬佩奧按下了關乎香港前途的何達鑰 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7日宣布 確認香港不再有高度自治 不再保證蓄想美國特殊待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香港的前途下面 和中美的關係上 按了核彈的按鍵 現在這個按鍵已經按了下去了 它是會爆的了 美國國會1992年通過 《美國香港政策法》 給予香港特殊待遇 包括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 也因此香港不受美中貿易戰 美國向中國開增大量關稅的影響 可設立雙邊關係 進口額度與原產地認證等經貿事務上 以個別領域對待香港 貨幣自由匯兌 簽證待遇有別中國其他地區 承認香港護照 准許美元與港幣自由匯兌 而最危險的是我翻查文件 原來香港聯繫匯率是要美國同意的 美國有權不讓港幣掛鉤的 不僅是香港獨特關稅地位 這件事這麼簡單 香港與美國之間貿易額在三百八十億美元左右 外媒分析一旦香港特殊地位取消 可能引發美氣出走潮 香港是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重要門貨 在中國全年所獲得的一千兩百五十億美元的 外國直接投資中 九百九十億通過香港流入 佔總外資投資額的百分之八十 中共人大週四下午 通過港版國安法立法決定草案 港股恒生指數一度大跌 超過五百點 收視跌一百六十八點 但守住兩萬三千點大觀 港股波動反映政治動盪 有學者形容香港特殊地位是何選項 一旦失去等同香港之死的開端 新唐人眼的電視香港台北綜合報導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的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 日前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 批評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 危害港人公民權利呼籲國際支持 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表示 港版安全法危害港人安全與公民權利 國際安全法律 國際法律 王亞秋說 從23條立法 雨傘運動 反送中到現在的國安法 充分暴露中共並沒有因為國際輿論壓力而停止惡行 近日 一段時任中共總理朱鎔基2002年訪港時的演講 在網路熱傳 王亞秋表示 國安法在港推行 使更多港人認清中共暴行 也會使不少港人離開香港 新唐人記者顏熙 綜合報導 瘟疫與中共 法國大東區為何成為重災區 歡迎回來 截至5月28日 超過18萬法國人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近3萬人死亡 而法國大東部地區是最早爆發中共病毒疫情的地方 也是除巴黎外 法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為什麼大東部地區成為重災區 它與中共又有著怎樣的關係 來看本臺的分析報導 法國大東部地區是法國的第二大工業區 有發達的電子 航空和汽車業 這個充滿活力的地區 內斂而平靜 遠離都市的喧囂 同時擁有多項優勢 非常符合中共對法國漸進式滲透的策略 這裡還有著優良的通訊基礎設施 是法國 瑞士和德國三點交會的戰略性工業與大學中心 大東部地區的代表城市也體現出了三國交會的特色 斯特拉斯堡擁有歐洲議會 被譽為歐盟的第二首都 米盧斯被譽為法國曼徹斯特 科爾瑪被稱為小威尼斯 這三個城市都是這次中共病毒的重災區 其中以米盧斯最為嚴重 3月30日 法國《晚報》分析了其中幾個因素 米盧斯和義大利的貝加末與中國山東幾寧市結為了簡密城市 帶來該地區和義大利及中國的頻繁交流 巴塞爾米盧斯福賴堡歐洲機場在米盧斯設有直飛中國的航線 從2018年開始 法國大東部地區加強與中共的合作 據大東部地區2018年5月18日的新聞報導 因為看好中共的西部大開發和一帶一路項目 大東部大區主席讓羅特納帶領陣容強大的地方政治 經濟和旅遊業的團體前往四川 和四川省副省長朱鶴欣 省政府秘書長唐立民 簽署了全方位的合作協議 範圍包括工業 農業 文化 旅遊 科研 教育和健康等方面 新的協議加深了2010年四川與法國香檳阿登地區簽訂的協議 該地區2016年併入了法國大東部地區 2018年 法國已有60多家大型企業在四川建立了分支 包括新能源領域的阿海法 蘇伊士 運輸業的阿爾斯通 法航 分銷產業的加勒福 歐上 迪卡農 信息產業的阿爾卡特 易訊 食品業的保勒利加 敏約 宣尼詩等 2019年9月25日 中共在法國大東部地區的斯特拉斯堡 舉辦中共奪取政權70週年慶典 大東區的重要政治人物 外交團代表和地方官員全部出席 中共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達到了空前程度 大東部地區政要與中共高層關係密切 但這並沒有讓其躲過疫情 而且情況正相反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後 3月25日 法國總統馬克龍前往米魯斯視察疫情 但是大東部地區的主席羅特納缺席 《世界報》3月27日報導 羅特納因為出現了中共病毒的症狀 正在自我隔離 這個地處三國邊界 具有戰略性位置的地區 也成為中共種植 文化滲透的重要基地 2020年2月27日 華為宣布將在法國投資2億歐元 建立海外首個生產基地 供應歐洲市場 2月28日 《新工廠週報》報導 大東區的阿爾薩斯宣稱已經準備好接納華為的工廠 而當時 華為還沒有選擇設廠地點 華為是中共國際戰略擴張的重要部分 因為華為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 其設備被中共用於信息監控 美國 澳大利亞 新西蘭 日本等民主國家 已經明確地宣布不採用華為的5G設備 因為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 5G網路 華為是中共在海外搶攤的一個排頭兵 一旦在你國家的主幹網路使用了華為的這個技術 使用了華為的設備 很可能整個國家的通信都將被這個中共和華為監聽 除了工業上的滲透 中共還通過孔子學院對大東部地區進行文化的滲透 孔子學院是由中共教育部出資其下屬的國家漢辦負責管理的語言機構 以語言文化交流的名義向世界輸出中共的意識形態 被西方國家稱為文化外交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2007年4月24日 李長春視察中國北京漢辦總部時 直言不諱地說 孔子學院是我國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孔子學院不能討論人權問題 教師不能正面介紹法輪功 台灣 天安門 西藏被列為3T話題 也是不能談論的 然而 斯特拉斯堡成立了阿爾薩斯地區的孔子學院 還計劃在科爾瑪和米盧斯設立分校 2019年12月3日 科爾瑪出現了第一個確診病例 它可能就是法國的零號病人 這位40多歲的科爾瑪居民向媒體透露 2019年12月 在科爾瑪醫院有好幾宗中共病毒感染病例 人們不禁要問 到底在之後的兩個月內 有多少人感染中共病毒 也就是在法國官方1月24日公布首個病例之前 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 這或許需要更深入詳細的調查才能找出答案 同樣值得思考的是 如果與中共建立親密關係 所付出的代價是一場災難 是否應該改變對中共的立場 日本全國解禁 經濟柔瘦創 民眾擔憂瘟疫復發 日本全國解禁後不僅面臨百業蕭條 還有疫情或將二次爆發的危機感 使日本社會籠罩在陰影之中 日本政府宣布解除全國緊急事態宣言 以往熱鬧的東京並沒有恢復往日的繁榮 政府要求休業或縮短營業時間的餐飲店 卡拉OK 商場等現已正式營業 但客人稀少 人流和消費均明顯減少 一個月的禁令給民眾收入帶來巨大影響 民眾對日本政府對應遲緩 以及疫情捲土重來感到憂心 日本政府媒體及民眾 軍隊台灣抗疫加以再遇 中共卻在疫情上發表不實數據 日本民眾對此表示不滿 一個多月被困在家的民眾 想適當地放鬆身心提高免疫力而多出門活動 日本政府提醒國民隨時做好防止疫情再次爆發的準備 新唐人 日本記者站報導 下面請看本期的環球財經簡訊 臉書上週推出了Facebook Shops 能讓消費者在臉書、Instagram或WhatsApp商店購物 花旗銀行分析師看好臉書網絡購物功能 認為這將為臉書創造更多收益 重申臉書股票由買入評級 並上調了臉書的目標股價 中共病毒疫情導致歐洲兩大國做出經濟萎縮預測 德國IFO研究所估計 德國經濟將萎縮6.6% 法國財長勒梅爾則表示 法國經濟雖然在恢復中 但今年的經濟萎縮程度 仍然會超過政府預測的8% 美國波音公司宣布將在美國裁員1.2萬名員工 以精簡人士成本 應對中共病毒疫情帶來的困難局面 波音同時宣布其華盛頓州的工廠 將緩慢恢復737MAX科技的生產 意味著為74個月的737MAX停產將告一段落 臺灣6月將解禁口罩出口 因為目前國際市場口罩需求量巨大 臺灣希望推動微型口罩一貫廠模式 整合口罩原料 技術 和20條生產線為基準的成套生產設備 一起出口海外 可以使客戶短期內在本地生產大量口罩 清台南記者 政治綜合報導 12米互動導覽牆 邊界民眾觀賞臺灣故宮國寶 臺灣故宮博物館有69萬件點藏文物 數字時代的今天 臺灣故宮携手影音公司 與面板大廠打造 12米長的互動導覽牆 一起去看看 長達12公尺的導覽牆 讓你一次保覽300多件 故宮經典文物 動動你的手指 360度旋轉國寶 翠玉白菜 有不懂的文字 不要緊 輕輕滑動 直接轉成正凱字 鼓宮這回攜手影音公司 和面板大廠打造智慧化空間 由20片55吋顯示器拼接而成 採用紅外線感應技術 要讓國內外的朋友 有不同的體驗模式 再就增加互動性 小孩子如果我只給他看 不會動很快就失去興趣 如果給他自己操作的話 他們會提高更多的興趣 如果可以結合的話 應該會增加意願來參觀 應該也是亞洲目前為止 最大的一個數位展覽牆 我覺得對年輕的世代 對這些文物的知識的吸取 或者是欣賞 應該會有更新的做法 讓他們能夠更容易的 產生共鳴跟互動 隨著臺灣的疫情穩定趨緩 六月七號開始 藝文 餐飲等場所 將不受人流限制 故宮下一步要如何因應 院長表示 如果未來北院 平日增加到一千人 週六週日增加到兩千人 故宮將啟動分流措施 南院同樣會管控人流 面對疫情不敢大意 新唐人亞特電視 胡宗安 趙婷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本期一代新唐人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